最近任家轩在开记者会的时候,公开承认自己现在已经有一个正在互相了解的男生,两人是通过朋友认识,但是任家轩依旧对男生比他小七岁有一些抵触,并且在发布会上还和记者说出现在和前夫依旧会有一些联系,因为前段时间前夫张承忠被爆出,和台湾的事后隐心分手,他还发消息调侃是不是因为自己要开记者会的原因。 任家轩作为年少就成名的艺人,他经历过万人追捧的时候,也听过被人嘲笑的声音,即使命运反复无常,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更加珍惜生命,热爱生活。 任家轩作为SHE成员出道,在01年到10年之间,他可以说是公主,甜美的长相以及柔情的声线,为他吸引了不少的粉丝,家人健康,事业顺风顺水,姐妹之间关系也非常好。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就是爱情、亲情以及友情都是非常完美,但是这一切都被10年的一场大活改变了所有的人生轨迹,全身50%都被烧伤,可能在许多人眼中只是一个数字,但是对于任家轩而言,这是他从天堂跌到了地狱。 这场大活改变的不只是他的事业,还有爱情,任家轩和前夫张成忠相恋多年,在演唱会上,张成忠的求婚让不少人都为之触动。 在刚答应订婚的一个月后,任家轩就遭到了严重的烧伤,现在却经历了这样的事。 任家轩开始认为两人不合适,他曾想过退婚,因为任家轩认为现在的自己已经配不上他,但是战场中依旧不离不弃,并且在2011年的时候,牵着任家轩的手走向了婚姻的殿堂。 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,两人突然宣布离婚,这个消息可以说是非常震惊。 毕竟即使任家轩曾遭受过烧伤的情况下,张成忠也是不离不弃,但是任家轩表示,婚姻需要两个人的努力,但是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扮演好一个妻子的角色。 因为在任家轩的眼中,两人的结婚是张成忠的不得已而为之,他并没有看到张成忠对于他的爱意, 但其实张成忠也发文认为,应该是自己的责任,因为他没有顾及经历烧伤后导致内心脆弱的任家轩,总之两人应该算是和平分手,但还是让人唏嘘不已。 在离婚后,任家轩有一段时间把自己封闭起来,即使前夫已经被传谈了好几次的恋爱,他的感情依旧是一片空白的状态,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,甚至在SHE的17周年演唱会上,他还不能发出声音, 最后只能假唱出场,最后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,他约见张成忠,并且对他表示了道歉。 经历过这段谈话后,任家轩可以说开始逐渐放下那个心中的疙瘩,之后他开始主动参加一些综艺节目的录制。 即使离婚后,任家轩也被传出过新的恋情,并且还是和比自己小11岁的搭档张轩锐。 女儿们的恋爱中,两人在节目中可以说是十分甜蜜,并且任家轩还表示,自己在18年最快乐的事情,就是认识了张轩锐。 除了单独见面以外,任家轩还带着张轩锐见了自己的父亲,可以看出任家轩对于张轩锐的重视。 任家轩的父亲对于张轩锐也是十分的满意,第一次见面就给了他一个非常热情的拥抱,但是两人中途又分开了,因为张轩锐因为家庭的原因,所以在中途的时候就下车了。 任家轩在送走了他之后,在回家的时候还哭了,并且对两人的发展表示遗憾,因为错过了。 或许,张轩锐处理好自己家的事情后,又继续参加节目,在节目中还表示,是因为舍不得任家轩,所以才会回来。 这句话一说出来,不仅感动了任家轩,连观看节目的观众都非常感动。 在节目的最后,两人似乎谈起了恋爱,因为任家轩答应了张轩锐的恋爱请求。 在节目的最后杀青上,两人也是一块出席了,并且还站到了一块,于是就有不少人猜测,这两人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。 但是在离开节目后的操作却是十分让人迷惑,因为任家轩爆出节目录制完成后,两人并没有私下约会, 因为节目组不允许,并且认为自己不会喜欢张轩锐,因为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太多了,还表示自己并没有动真感情。 这个消息一爆出来,就引起了非常多的热议,因为不止任家轩对张轩锐持有怀疑的态度, 不少网友也是认为,只是张轩锐想撑热度,才会在节目中如此表现。 不过现在任家轩接触比自己小的男生,依旧没有放下年龄差这个想法,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能够比他大一点。 不过这个也不例外,毕竟男生大多都比同龄的女生幼稚一些,再加上前夫对于任家轩的不离不弃,又拉高他现在的择偶标准。 现在的人家轩也学会和过去释怀,和前夫开始和解,在20年的时候和前夫一起吃饭的时候,甚至还被拍到, 并且之前他还在他的社交平台账号上发文,认为自己因为忙于工作,疏忽太久没有见面的父亲,整个发文都是对自己的自责。 曾经那个满不在乎的公主经历了那场灾难后,现在也开始珍惜身边人。 我们也希望能听到任家轩关于新作品好消息的同时,他也能找到关于自己的另一半。